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透過《華爾街日報》和《日經新聞》 和大家跟進一下今天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事 Fortune Inside明白廣大市民對高質素科技、金融、政治資訊有極大需求 然為各位讀者提供全年字底訂閱優惠 只要以電郵策成為Fortune Inside Prime免費會員 並輸入優惠碼Net2023訂閱《華爾街日報》一年即可享半價優惠 優惠詳情請留意這條片下面的影片簡介欄 首先,今日記第一單國際新聞 特斯拉將在中國召回如百萬輛汽車 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週五發表聲明由於車缺陷 特斯拉Tesla將召回110萬輛2019年1月至2023年4月在中國銷售或進口至中國的汽車 該局表示,這些汽車將需要該電動汽車製造商的軟體更新 但不清楚特斯拉是否需要向司機退款或或將提供任何退款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稱,管治照回範圍內的車輛 沒有允許駕駛員選擇能量回收制動策略 同時,對駕駛長時間深度踩下加速踏板的情況 可能會有提供足夠提醒 以上因素疊加,可能增加長時間不踩加速踏板的概率 可能增加碰撞的風險,存在安全隱滑 此次召回將影響部分進口Model SMO Deluxe Model 3及國產Model 3Modi汽車 共計114,622輛 Twitter首席執行官兼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 週四表示,他已經找到了新首席執行官 來管理Twitter及其母公司 之後是第二宗國際新聞 軟銀告別阿呂巴巴,重點關注AI公司 側重科技行業的日本投資巨頭 軟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Softbank Group表示 該公司正為再度實施主動投資做好準備 現在關注重點的是對AI公司的投資 Size軟銀研究狠狗 但尚未抓住商機的一個業門領魂 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科技界投資者之一 軟銀取防守直伏策略以一年有餘 在整體科技行業最近的這輪下行其中 軟銀對初創企業的許多投資均告失利 之後,該公司一改出手闊爪的風格 大幅減少了投資 軟銀週四公布 截至3月底財季的淨虧損收窄至576億日元 約合4.3億美元 當季虧損幅度遠小於上年同期157億美元的虧損額 該公司懷念是其激進的投資風格將發生轉變 軟銀首席財務官後騰放光 Yoshi Mitsuko 圖語 AI革命即將到來 我們正準備主動出擊 他表示 軟銀投資的一些科技公司的股價已開始反彈 最近幾個月 軟銀張旗在中國電商企業阿呂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Adlibab 簡稱阿呂巴巴的持股幾乎全部套現 重新增強了自身的財力 得益於猜聊天機器人ChatGPT的黃空出生 AI推動企業轉型的前景獲得了很多公司董事會和營銷部門的極大關注 ChatGPT 由獲得微怨Microsoft投資的研究公司OpenAI開發 後騰放光在演講中花了很大一部分時間稱讚ChatGPT 他語 軟銀首席執行官孫正義 Masiyoshi San一直在花時間研究軟銀的AI投資策略 為其晶片設計子公司A5的上市制定計劃 孫正義已經不再出席軟銀的貴度財報會議 後騰放光月 AI終於來了 尤其是生成式AI 他月 今天 孫正義就如同他創建軟銀時那樣興奮 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 孫正義經常承諾軟銀將全身心專注於即將到來的AI革命 現在他從新擁抱這項技術 孫正義曾表示 AI是他在2017年推出的1000億美元初創公司投資工具Vision Fund 的同一主題 不過這些投資主要流向了沒有明顯AI基礎的初創公司 如辦公空間公司WeWork 連鎖酒店愛奧和一系列網約車應用 與此同時 軟銀並沒有投資OpenAI 後騰方光沒有向記者解釋為何軟銀沒有這樣做 再告別阿呂巴巴之際 軟銀正在轉向西領魂 阿呂巴巴是孫正義40多年職業生涯中最成功的一筆投資 2000年他在阿呂巴巴剛剛起步時就進行了投資 到了2021年年中軟銀在這家中國公司持有的股份價值已接近1000億美元 近年內軟銀通過融資交易將其持有的阿呂巴巴股份變現 先拿到預付資金 同時保佑在今後繼續持有這些股份的選項 最終軟銀完全放棄了很多阿呂巴巴股份 都調稱軟銀如下的阿呂巴巴股票幾乎都被用來沒有集資金 再過去的一年裡 軟銀持有的阿呂巴巴股票幫助該公司挺過兩隻Fission Fund 的虧損 再去年4月至6月的季度旅 軟銀出現了創紀錄的虧損約200多億美元 而截至去年9月的季度旅 軟銀公佈了同樣大規模的離任 得益於從阿呂巴巴交易獲得的離任 總體而言 在截至3月31日的財年中 軟銀虧損了72億美元 比較前一年的126億美元虧損有所縮小 在該公司繼續逐步減記持股的數百加 非常是初創企業價值的背景下 這些虧損主要是由於該公司Fission Fund 部門的困境 雖然科技股最近有所反彈 但軟銀公佈 該部門持有的非常是公司股份 當季虧損39億美元 軟銀規模500億美元的Vision Fund 以投資料包括網貸公司 Clanner和現已破產的加密貨幣公司 FTS在內的數十家公司 根據這些企業下調後的估值計算 該基金已經損失超過180億美元 一社分析師預計 估值還將進一步下降 軟銀在週四公佈的最新《財報》中表示 在截至3月底的財年 已經把對初創企業的新投資削減至約30億美元 這個數字還不及上一財年此類新投資的十分之一 後藤方光表示 減持亞呂巴巴股份 是軟銀更廣泛策略的一部分 該策略只在讓軟銀投資多元化 分散到全球不同的公司和地區 後藤方光月 軟銀已經更優先考慮在美國和歐洲進行投資 該公司希望把與美中摩擦和烏克蘭戰爭有關的地緣政治風險 降到最低 截至3月 在中國的投資佔軟銀所持股權股值的14% 這一比較兩年前的50%大大下降 主要原因是軟銀減持了亞呂巴巴股份 後藤方光表示 赤GPT在推出短短兩個月後 月均用戶數就達到了1億 這樣孫正義感到興奮 後藤方光稱 他每天都花時間和孫正義一起討論 後者的熱情讓他有點難以招架 本周早寫的時候 軟銀移動部門總裁 Johnichi Miyakawa表示 他已經成立了一個團隊 將自力於推出日本版的ChakGPT Miyakawa語 孫正義最近曾向集團工程師們演示了如何使用 AI聊天機器人ChakGPT 最後一筆國際新聞 中國居民消費通脹率創兩年多新低 中國消費者價格獎幅創下兩年多來最低水平 反映出國內經濟中的不確定性 這些不確定因素有可能壓制中國經濟 在經歷了三年的嚴格防疫管控後 在消費拉動下的復甦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週四公佈的數據 4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0.1% 較3月份0.7%的同比漲幅進一步放緩 該數據標誌著通脹率創下2021年2月20日 以來的最低水平 有低於此前接受華爾加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調查的分析師 預計的0.4% 經濟學家門稱 中國的低消費通脹水平表明了內需複數的脆弱性 青年失業率高企 住房市場不確定性 以及企業離任減弱打擊了消費者信心 中國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4.5% 原因是在去年年底 中國政府取消大部分剩餘的新冠防疫措施後 活躍的消費者支出推動經濟增長 中國4月份的低通脹一定程度上 貴因於上年同期對比基數偏高 預計在今年晚些時候通脹率將重新上升 這份溫和的通脹數據表明 中國面臨的物價問題幾乎與美國和其他主要西方經濟體相反 在那些國家儘管央行積極加息通脹仍居高不下 不過,炸彈銀行Standard Charter Bank首席中國經濟學家丁爽表示 週四公布的通脹數據表明 中國的經濟復甦仍不均衡 服務需求增速超過了商品需求 4月份豬肉價格同比上漲4% 鮮菜價格下降13.5% 價格掌勢回落在一定程度上 抵消了服務業的價格上漲 在過去三年的大部分時間裏 服務業都報理為奸 但目前已得益於新冠防疫措施的取消 中國重新開放後的經濟復甦 可能會刺激5月份消費通脹數據走高 在先前為期五天的勞動節價其中 數億中國消費者湧向旅遊熱點地區 這是三年來中國第一個 不受任何防疫舉措限制的小搶價 在接近一週的五一假期旅 旅遊收入同比增加了一倍多 比新冠疫情爆發前的 2019年五一假期也增長了百分之一 儘管如此,中國政府對於這波消費熱潮的持久性仍持謹慎態度 中共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在4月底的會議上指出 要取更多措施來促進國內消費 其中包括幫助為高校畢業生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今年3月份,16至24歲的年輕人失業率上升到19.6% 接近紀錄高位 根據官媒新華社的報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需求仍然不足 推動高質量發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難挑戰 雖然中國4月份,CPI同比上漲0.1% 使中國經濟距離通貨緊縮更近一步 但經濟學家表示 他們普遍預計中國經濟將保持復甦勢頭 因此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通脹率 將在今年預測時間內情相性趨勢 由此,丁爽和其他經濟學家表示 中國央行近期下調政策利落,以刺激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不大 部分原因是,預計中國將在沒有政府助力的情況下 實現今年GDP增長5%左右的官方目標 儘管如此,榨打本周仍將其對中國全年CPI掌幅的預期 從之前的2.3%下調至1% 理由是需求不振,以及食品和能源價格下降 4月份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同比下降3.6% 至近三年內最低水平,韓福大於3月份的2.5% 原因是製造業活動疲遠,加劇料工業通脹的下行壓力 這一韓福與接受華爾街日報調查的經濟學家 吸出的預測一致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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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